Hello大家好,我是洛洛,欢迎收看洛洛电影 假如只要在网上动动手指,就可以杀死一个你讨厌的人 如同死亡笔记一般,这样的网络你会使用吗? 今天就给大家继续解读这部斗瓣九分的科外神剧 黑镜全网公敌 故事开始,一名女子惨死家中 脖子被割了数刀,画面才不忍睹 经过调查监控发现,附近并无他人踪迹 当时在场的只有这名女子的丈夫 而女子丈夫也被捅了一刀,目前正在医院抢救 身为警察的女主几乎可以断定这场凶杀案 就是因夫妻不合,导致丈夫痛下杀手 可女主的助理总觉得这个案件另有蹊跷 女助理是由科技犯罪科调过来的,对网络科技特别敏感 她发现女死者生前遭受过网络暴力 起一是她写了一篇嘲讽残疾烈士的文章 于是遭到众网友声讨,而且大多数的评论都加上了去死的标签 不仅如此,女死者当天还收到了一个写着必吃的蛋糕 这时女子丈夫经过抢救醒了 丈夫说自己当时在楼上,听到妻子惨叫,赶紧下楼查看 就发现妻子在挠自己的头还到处乱撞 她想上前阻止,结果被捅了一下 之后就看到妻子拿着碎玻璃割了自己的喉咙 女主听后不太相信这些话 但他们还是去调查了那个蛋糕的来源 发现蛋糕是一名女老师送的 可女老师说这不是她一个人送的 而是很多个讨厌女死者的网友一起酬的钱 不过他们也没有当真,只是开玩笑而已 经过检验,蛋糕也确实没有毒 线索到这里又断了 这个案子还没有查出头绪来 结果又发生了一起案件 一个男明星在众人面前突然抽搐而亡 而他死前也遭到了网友声讨 因为他曾在一个访谈节目中 讽刺一个模仿他的小男孩 引起了公愤 也被众多网友夹上了去死的标签 终于事件报告出来了 两名死者大脑中都发现了人造蜜蜂 在未来世界蜜蜂逼离灭绝 而植物又必须通过蜜蜂授粉才能繁殖 所以人类研究出了人造蜂维护生态平衡 目前人造蜂已经遍布全球 如果人造蜂被人利用 那是件很恐怖的事 于是这两起案件也惊动了国家犯罪局 他们连忙调查了人造蜂公司 发现女死者家中附近曾有一个人造蜂掉线 好像是接到了别的指令 只是要查到是谁做的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之后女助理在网上发现了去死游戏 游戏规则是选一个你讨厌的人 发布这个人的信息加上去死标签 而去死的人际达到最高的目标 将在每天晚上五点后被除掉 并且游戏每天午夜重置 目前排名第一的是一个叫克拉拉的女生 她在网上发布了一张对战争纪念碑不敬的自拍 引起了公愤 警察联盟找到了克拉拉的住处 并让人造蜂公司在住处附近设下了陷阱 追踪掉线的人造蜂 警察这边也在五点前带克拉拉来到了安全屋 本以为离开了原来的住址 已经掉线的人造蜂不会识别到 可突然间 所有的人造蜂全部被凶手控制 数以万计的飞向了安全屋 从各个角落进入房间杀死了克拉拉 并且这些人造蜂好像认识她一样 只杀她一个人 女助理怀疑这些人造蜂有面部识别功能 那么意味着他们都安装了摄像头 也有着监视市民的作用 国家犯罪局的人也承认了 但对市民隐瞒了此事 女助理觉得国家不该这么做 双方吵了起来 更糟糕的是新闻报道了此事 更多的人知道了去死游戏 于是越来越多的人使用去死标签 而目前排名第一的竟然是英国财相 女主见状不妙 联盟调查了人造蜂公司的所有人 包括离职人员 发现有个已辞职的员工金发女 曾遭受过网络暴力 当初做错了一件事导致上百万人的咒骂 自己承受不住压力选择了自杀 还好被暗恋自己的朋友救了回来 那个朋友也在人造蜂公司工作过 于是女主立即让人调查金发女的朋友 与此同时 女助理通过解密调欠的人造蜂 也发现了这个人确定他就是凶手 还发现了凶手留下的文件 里面写着 由于技术革命 人们可以不计后果地表达愤怒 提出控诉 抨击他人 只有被迫了解技术赐予我们的力量 才能清楚个人责任 这时女助理通过凶手自拍照 查到了她的位置 赶紧进行抓捕行动 不过并没有发现凶手 只发现了稍稳了一半的硬盘 通过恢复硬盘 找到了凶手控制人造蜂的源代码 夺回了控制群 这样就可以关闭人造蜂系统了 可奇怪的是 这份源代码中 还有一份将近40万人的名单 而这些人 都是在网络上 发布过去死标签的人 女主觉得这份硬盘 可能有阴谋 或许是凶手 故意让我们找到的 或许那些仇恨对象只是诱饵 参与网络暴力的玩家 才是真正的目标 可时间马上快五点了 如果不关闭系统 下一具尸体也将出现 千军一发之际犯罪局负责人 关闭了系统 结果所有人造蜂完全失控 非向了曾用过去死标签的人 发生了史上最大规模的科技屠杀 这些参与网络暴力的人 也都为此付出了生命 至于凶手 早就改头换面 不知去想 之后 女主作为此案件的负责人 被国家议员审讯 并全球直播 女助理也因为自责 选择了自杀 在海边发现了她留下的东西和遗书 而剩下的市民 开始不停地向女主讨要一个真相 这是否会是新一轮的网络暴力呢 影片结局 女助理其实没有死 而是在暗中调查凶手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终于发现了她 并发消息告诉了女主 不过女主看完信息后 将其删除了 留下了开放式的结局 有人认为女主也经历了网络暴力 就认同了凶手的做法 所以没有留下信息 为了不被国家发现 也有人觉得 因为国家给人造风安装了摄像头 这件事不能公布 所以真相永远不能告诉世人 于是女主和女助理 决定暗自调查凶手 但结局怎样 似乎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部影片 留给我们的思考 现实中网络暴力比比皆是 或跟风 或宣泄愤怒 他们以为自己在开玩笑 不会伤害到谁 但数以万计的谩骂 涌到一个人身上 会带来怎样的伤害呢 而且现实中并没有去死游戏 自然也不会付出生命 但真的不用承担后果吗 我想未必 或许某天 曾经的施暴者 也会变成受害者 毕竟生活在这个网络时代 谁又能全身而退呢 好啦 今天就讲到这里 更多黑镜系列的解说 可以翻看 露露以前发布的视频 喜欢记得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哦